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桃园市政府为了保障民众的生活安全 打造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的全新大南分队 同时也将在周边陆续建置公共设施 玩上巴德地区民众的生活 小朋友洪亮的鼓队表演 为桃园市消防局大南分队的正式启用 拉开序幕 近年来随着巴德地区的人口快速成长 就由大南分队因为空间狭窄且老旧 因此市府透过赤支一亿三千五百五十二万 打造全新厅舍 借此提升防灾能力 经过跟军方的协调 决定有偿拨用 那这个营区很大 原本的大南消防分队在建国路 只有160平的大小 那建筑也非常老旧 那我们移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可以容纳八部消防车辆 可以进驻的打火弟兄可以到46人 会大幅的提升大南地区的防灾救灾的水准 那这是一个七星级的消防分队 设计的建筑风格也非常好 那今天完成之后 我们陆续会在明年把其他六个设施都完成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巴德区民众的生活品质 透过跟国防部讨论将旧有废弃营区重新规划 除了打造全新的大南分队 同时未来也将陆续建置运动中心 停车场 突出分管等公共设施 期望要完善巴德地区民众的生活 整个计划我们有一公顷左右的一个基地面积 那里面涵盖了很多 未来这个区域发展必要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 包括我们有地下两层楼的停车空间之外呢 还有巴德区的运动中心 以及这个大南图书分管 还有我们的公托日照等等 以及地区三个里的里集会中心 我想这些都会在陆续在明年的 也就是这个明年的1月20号底会陆续完成 近期火灾意外频传 桃园市政府透过打造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的全新大南分队 不仅可以容纳发布救灾救护车辆 以及46名消防人员进驻 同时也将大幅提升巴德区的消防安全 让居民的生活能够远离火灾的威胁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 社会福利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桃园市政府推行的重点 这一次重新启用的身心障碍福利馆 除了提供身障朋友求职运动等服务外 市府也设置了桃园第一座共荣亲子馆 透过互动游戏借此学习尊重多元的差异 走进桃园市身心障碍福利馆 唐宝宝们可爱又活泼的舞蹈表演 为馆舍的重新启用来庆祝 桃园市政府为了因应身障服务形态转变 因此重新规划身障福利馆 并以共荣多元服务发展为目标 打造多功能的共享中心 在巴德的这个身心障碍馆 有15种设施 那么从共荣市的亲子馆 到这个职业评估市 到我们的家庭照顾者的服务中心 到北区的辅居资源中心等等 那么都进驻在里面 那可以讲是一个综合型的 多元化服务的一个场馆 那我是希望未来桃园的身心障碍的 这个福利政策能够有四大主题 权力保障 多元服务 这个赔力发展 以及这个交流共荣 一请揭开 社会福利政策一直以来都是 桃园市政府推行的重点 这次重新启用的身心障碍福利馆 除了有日间托育 身障职业评量 扶居资源等服务 同时对于身障朋友来说 多功能的身障福利馆 也提供他们日常的生活所需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身障团体 能够在这边开会教育训练 那也能够利用这里的空间 进行彼此的交流 另外我也请社会局 在这里成立志工队 希望能够提供给身障朋友 来到这边可以得到更多的服务 不管是在空间上或整个大楼 在服务的一个设计上 都展现了一个非常多元的样貌 那其实对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来说 其实他可以进来这边 他其实就可以获得他很多 他所需要的各种的一个支持 不管是休闲健康运动也好 家照者服务也好 那我们觉得这是对于社区民众 我们很乐见的一个状况 桃园市身心障碍福利馆的转型启用 不仅要满足身障朋友的运动 求职娱乐等生活需求 同时市府也设置桃园第一座共荣亲子馆 欢迎家长带着家中孩童 一起来跟省长朋友互动 借此学习尊重多元的差异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 尽管现代人强调放眼国际 但是本土的文化传承 仍然来是十分重要的哦 桃园市大园区公所和文化发展协会 近日就共同出版了新书 透过文字记录 让传承客家文化的故事 要篮纸上 29号上午 大园区公所举办新书发表会 透过文字记录在地的有志知识们 传承客家文化的努力 因为去年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别人的一本书 当时看着就觉得想 我是不是也可以出一本大园的客家的一些 集锦的书 那每一个作者他们不是 虽然不是专业的作者 但是他们很精心写他们在地的故事 把他们的一些自己的亲身 自己的所有的历程写在书里面 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本书以大园航空城客庄创意梦为名 邀请三十位作者一同撰写 受邀担任本书编辑的大园区公所市导 王玉文表示 在编辑过程中 从文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客家精神 我自己本身是米兰人 我对客家其实是蛮陌生的 但是在编辑这本书过程 我了解到客家之美 那我可以体会到客家的应景精神 还有大园区 那客家子弟 还有同仁 他们非常的热心 还有这种勤奋 我可以感觉到原来客家 他的传统美德就是在这里 现场也邀请了本书的共同作者们上台分享各自的故事 包括用客家化创作童话故事的作家张杰明 和推动客语文化教育的西海国小校长蔡淑华 然后现身说法批倡重视文化传承 因为客家有很多的一个很好概念 很好存成 那我们就要 我们这辈子的话 我们就要想把它延续一下 小朋友喜欢读故事 那用故事心态的话 他应该小时候会更容易接受 我们西海国小推动客语呢 主要就是针对于文化跟语言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一个语言如果纯粹教语言 对孩子来讲他没办法深化 尽管现代多数人强调放眼世界 但人也不能忘本 期盼透过这本书的分享 让更多人也一起来想印扎根本土文化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推动双语教育 并鼓励各校教师投入双语教学 为在航空城内的大员国中 就透过在体育 家政 音乐 美术等生活课程 来办理双语教育 期望要借此提升沿海地区学生的 英文能力与国际观 外籍老师认真的在台上用英文 讲解各国的文化差异 而学生在台下不仅反应热烈 同时全英文的收客环境 也让他们收益量多 大员国中投过办理双语课程 并借由沉浸试教学 希望要提供学生更多元的英文环境 因应2030年双语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大员国中是目前桃园市 唯二两所双语创新教学的 试办学校两所之一 那我们走在前头 我们希望说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双语教学 让沿海子弟他们有机会 比一般都市的孩子接触英语的机会会更多 让他们因为接触英语 然后会跟世界离得比较近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推动双语教育 并鼓励各校教师投入双语教学 让学生开口说英文 其中为在航空城内的大员国中 不仅透过体育、家政、音乐、美术等生活课程 落实双语教育 同时也让学生在英语的环境中成长 我们目前双语教学采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中师外师协同教学 另外一种是由我们自己 我们大员国中的自己的老师来独立授课 那我们目前实施双语教学的科目 除了不定的英语领域的一周三节课之外 我们把过去的所谓的艺能科目 那就是所谓的体育 家政、童军、音乐、美术 还有因应108年课纲的弹性课程 我们都实施双语教学 大员国中从民国108年开始推行双语教育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而这一路走来虽然辛苦 不过也成功让沿海地区的学生开口说英文 而对此校方也希望要藉由双语教育 结合地方发展 届时提升沿海地区学童的国际观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大员社区发展协会 平时致力推动社区教育 这一次特别跟桃园光影合作 除了播放晚新的功课纪录片 还邀请影片中的主角郭晚新 到场分享照顾亚斯伯格镇孩子的经验 期望要透过引读会让长者认识亚斯伯格镇的孩童 爷爷奶奶们认真的看着大荧幕上的纪录片 并且时不时的手作笔记 而大员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长者认识亚斯伯格镇 因此特别跟文化局的桃园光影合作 希望要透过引读会 让他们认识亚斯伯格镇的孩童 文化局有委托一个桃园光影城拍那个纪录片 那纪录片我们是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义 因为他这个纪录片就是一个晚新的功课 那晚新的功课里面的内容就是 关于亚斯伯格镇的一些小孩 那这些小孩也许他会发生在每个长者的家庭里面 那藉由这边这个影片呈现在他们的给长者知道之后 他们回去就可能就是也知道说自己的孙子 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就可以说了解媳妇 在跟媳妇相处之间 比较不会有那种冲突 或是说有言语上的冲突 大圆社区发展协会 平时就致力于推动社区教育 而这次藉由跟桃园光影合作 除了播放晚新的功课纪录片 同时还邀请影片中的主角郭婉欣 到场分享照顾亚斯伯格镇孩子的经验 希望要让长者了解亚斯伯格镇的孩童 其实有看到很多的家长 他就是呈现在就是过度的焦虑 或者是说过度的忽视的状态 对那我在这一路上待 我是觉得我的孩子教会我很多的事情 尤其是在早聊 尤其是在跟与人相处上 我从孩子的互动上 其实我后来也是发现说 回来看我自己的问题 也修正了我自己原来的价值观 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纪录片 让更多家里有特殊儿的 不管是有特殊儿或一般孩子的家庭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跟孩子互动的方式 这次大圆社区发展协会 跟桃园光影合作办理的引读会 不仅要让长者跟人士雅士伯格镇 同时也让长者学习该如何照顾 并关怀雅士伯格镇的孩童 期望要让他们的家庭相处更和谐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对于有关现在目前沸沸扬扬 在讨论莱猪的问题 我们这次桃园市 已经订定了这个食品安全管理 自治条例 每猪每牛的部分 我们现在是不得剪出 任何的乙薪受体素 来保障我们桃园市 所有的市民的健康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